距离上次总书记到新疆来已经8年了 给总书记汇报了全国中欧班列的一个整体运行情况 以及西通道 特别是新疆发挥的这种区位和通道的作用 目前全国中欧班列近80%以上 都是经由乌鲁木齐陆港区 从阿拉山口和霍尔果斯出境 是向国外的目的地 总书来那天我们非常激动 他当时是从中厅听取完打拼的介绍之后 缓步到我们铁路会议受理窗口 跟我们亲切交流 我们向总书记汇报了铁路窗口服务中乌班列的具体流程 中乌班列的开行情况 中乌中亚的班列的发运的一个情况 以及就是说是近期班列的发运有没有受什么影响 比如说疫情这块的影响 这些都是总书相对来说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他在观看视频过程当中 他看到了阿拉山口的铁路口岸 看到了阿拉山口的管输原油 也看到了湖尔果斯的公路口岸和湖尔果斯的旅舰现场 也就是说新疆有公路 铁路 航空 管道 四维一体的这种模式 当然现在还加宗岛区 那么这些多种模式的发展 会给新疆核心区的建设会提升我们的这个支校 同时也是一种开放的平台 我爷爷是跟着就是说是南新铁路的建设 然后来到新疆的 我觉得我现在所有的工作 好像跟我爷爷干的那个时候的工作是呼应上了 因为他是在支援边疆 我现在也是在支援边疆的一个经济建设 用我们年轻人的话来讲 就是我感觉听了总书记的话 就是格局一下就给放大了 这几年年轻人特别的 像我们这个现场的工作人员 很多现在都是90后 我们能看到他未来是有很大的发展前途 再一个是能体现自己的一个专业 体现自己的价值 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 那包括是整个新疆的发展 它是得益于咱们国家的向西开放 正是因为有了向西开放 乌鲁木齐由内陆边疆地区 就变成了我们国家对外开放的前沿 整个新疆经济社会发展 就迎来了一个非常大的 政策性的机遇和利好 要以这次总书记来陆港区 考察调研作为一个新的起点 牢记国之大者 提高政治站位 要把核心区的标志性工程 陆港区建设好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20大胜利召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